如果他愿意来 因为我不能强让人家来 我跟你说 因为有很多黑粉 他确实会带节奏 我哪怕是去做好事 都会有人说你别去 人家堂堂会害你的 知道吗 我就一句话 如果他落难了 他阿子需要我 我会帮 我现在我依然会说这句话 就你们没有必要去 就有些人我就不理解了 就是过去因为大宝在 我不想 我不想去谈以前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以前我俩也没有过节 从来就没有过节 知道吗 所有都是别人在带节奏 其实我们两个人 一点事没有 我说这句话 不是说我堂堂没事 他阿子对我也没事 不信你们自己问 我俩从来都没事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人喜欢编故事 就编的好像我俩就 就好像闹得天翻地覆 其实我俩啥事没有 从来我对阿子没有任何 我只是觉得这姑娘挺不容易的 就这么简单 然后阿子也觉得 我作为某些人的姐姐 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我也说过 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帮 我都会帮 甚至我告诉你 我前两个月阿子来过我直播间 然后在直播间底下写 谢谢唐唐姐姐 看到了家人的COVID-19 人家阿子本人跑来我直播间底下 说谢谢我 你们这些帮黑粉在这带什么节奏呢 这好奇怪啊 我觉得家人们 当事人来直播间谢谢我 我是个坏人 当事人来直播间谢谢我 说谢谢唐唐姐姐 我说阿子你有什么困难 你可以找我 然后现在还有人说我欺负她 我欺负她 她会来谢谢我吗 你们当阿子是傻子吗 你们太奇怪了 以后真的不要再 为什么 因为我跟大宝 我们俩现在过得很好 我不想连他们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想跟过去这些事情 我们尽量的是互不影响 你在连了 人家说什么 你蹭人家流量了 你在提人家谁谁 说你蹭人家流量了 或者是你想干嘛干嘛 总会有黑粉 你俩她做好事 她都会说 唐唐接近你 是另有企图 明白吗 我当时说帮她 她来我公司 你知道有黑粉怎么说吗 说唐唐就是想靠阿子赚钱 为什么我不敢主动帮 你们懂吗 你干什么都会有人说你坏 我连帮我都不敢帮 所以我现在只能一句话放这 就是你需要我 你来找我 我一定帮 但是我不敢主动帮了 因为在这个互联网络上 做人太难了 家人们 你干一件好事 也会被别人说 你是另有企图 那我干脆就不要做 我选择沉默 我也选择不要去掺这个浑水 就这么简单 那有些人非要在这里调事 他来调事 我的至亲 我的干嘛干嘛 看不过去 就会去骂他 然后骂了那边 那边的人又会骂回来 只会伤害我跟阿子 知道吗 没有任何好处 你不要以为你 你在那里诬陷我 去说我堂堂不好 不会有人反击 我的粉丝也会反击阿子啊 这样的话 不是伤害我们两个主播吗 对不对 其实所有的情绪 有很多时候 都是黑粉调起来的 我们其实主播 一点事没有 我们私底下 可能见了面 都是开开心心 关系特别好 但是你们都编了 一百个故事 谁欺负谁了 谁抛弃谁了 谁什么 根本就没有这些事 特别简单的一个事 对 所以说家人们 咱们释怀 咱们看开一点 知道吗 就看开一点就好了 知道吗 我不想提 就很多时候不想回应 但是节奏太大了 不回应又不行 回应了 又好像你在挑事 所以家人 我跟你们说开了 我相信我直播间家人 都明白咋回事 那都不用再说了 就是你们相信我 看我这么长时间了 大家眼光成雪亮 我堂堂真是一个 欺软怕硬 动不动就欺负别人的人 会有这么多人看我吗 对不对 就是我是感觉 让人家彭少挺为难的 就是 彭少在雪那边 这个 那边的粉丝 说我们这边不好 我们这边的粉丝 肯定生气啊 也要吵回去 搞得咱们直播间的家人 很不开心 然后彭少就感觉 哎呦 这什么情况呀 人家想 我怎么认识两个女孩 人 这事怎么这么多呀 你知道吧 就挺 挺不好意思的 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这干嘛呀 对吧 没必要 咱们自己过好自己的 开开心就好了 刚好也就巧了 明天 明天大宝也过生日 对不对 明天大宝也过生日 一个开心的日子 咱们就开开心心的 不用管 不连 家人们 咱们不连 知道为什么吗 连了 就会有人带节奏 说咱又是干嘛 干嘛去了 咱 咱再是好心去连过去 都会有人说 我们另有所图 同意的扣个一 为什么我不连 因为总是有时候 堵不住 所有人的嘴 知道吗 你连过去 我们是好心 但是那边的人会说 堂堂又在这使坏 知道吗 有一些人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各自过好各自的 各自过好各自的 我们 我们不用 理别人发生什么 别人也不要管 咱们家发生什么 咱们就开开心 过咱自己就可以了 就 开个直播 咱们 咱们直播间 多正能量 多开心啊 为什么要颤别人的事 我说了 我家里很幸福 我跟大宝也很开心 我很满足 没必要去管别人家的事情 对不对 我让助理把这个耳环给家人们上了吧 你们喜欢的话就给你们上 这个也是一个粉珠的 配大宝你的项链呢 这边 这边 这不是我的项链 助理 助理把那个耳环给我上了 这要给你戴上去吗 戴吧 对 对 刚才买了这个时来运转的家人们 配一条耳环吗 嗯 这耳环蛮大的 对 你们买了这个的话 可以配一个这个粉珠 这个好大哦 旁边也是世话若世起钻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车点开心的 开心的就是明天大宝过生日 我要送三样礼物 三样礼物啊 我要送三样礼物 然后你们不是说 今天给我的干妈们 去准备了福利吗 然后明天我要给 明天我要给我 我们家大宝的妈妈也准备一个礼物 对 我妈妈也准备了 嗯 来给家人们炸了啊 家人们 我耳朵上的这个 399的 399的粉珠耳环 99炸了 上车 我给助理说了 家人们买这个实来运转 项链的家人们 可以配一条这个耳环 单带也很好看 是不是啊 嗯 对 我明天我会给 大宝的妈妈也准备一个礼物 明天你们看到了就知道了 嗯 对 因为生日嘛 生日也是 母亲的一个受难日 所以我觉得大宝可能不懂 因为我们是女生 我们明白 更加能够体谅妈妈的不容易 所以我 我明天送大宝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是送给他妈妈的 然后 嗯 到时候让他寄给他妈妈 好吧 她们对我太好了 我对你还行吧 还可以吧 对 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生日都是妈妈的受难日 所以我觉得过生日不应该只给大宝准备礼物 也要给大宝的妈妈准备一样礼物 对不对 家人们上车了 嗯 嗯 然后希望了家人们你去拍就可以了 嗯 这个耳环是天然的粉珍珠 然后带证书的哈 然后把这个榨了我就不去深圳了 这是就给家人们吧 嗯 这上面的珍珠是天然的啊 你们可以回去拿一个刀片 刮一下 试一下 嗯 如果不是天然的 你就给我推回来就可以了 啊 对 做我的家人是很幸福的 嗯 我肯定会对我的妈妈和对大宝的妈妈是一样好的 家人们 你们都别走 等一下我跟家人们说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啊 等一下我跟家人们说 嗯 家人们等一下先不得走啊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个事情 什么事啊 你要干嘛 不告诉你 跟我说说嘛 嗯 告诉你 嗯 嗯 反正拍了 好的 嗯 家人们 大宝呢 他就是 嗯 他 他就是老是有什么秘密都跟你们说 不给我说 嗯 嗯 不喜欢大宝不让我去深圳 是啊 他不让我去 我也没有办法 家人们 等等再去吧 嗯 真乖 没办法 没办法 挺开心的 家人们 嗯 哎呀 事业就先放放第二位吧 嗯 但是你知道吗 家人们 我现在对于我来说 嗯 感情第一位 知道吗 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 我就先放在第一位 然后事业的话 先放第二位吧 你们也别骂我好不好 嗯 再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好不好 对不对 虽然大宝这点很讨厌 但是没有大宝的话 这个东西啊 我们的商场里 599 899卖了 你今天怎么在直播间 929我们看得见呢 对不对 所以 是的 是的 你看 原谅大宝吧 家人们 都 都 都拿到便宜的东西 多好啊 一几三格 你看 你又 肌肉 身体又好了 然后又 身体会好起来 然后 又可以 身体多多调养 第二 我又经常看到你 第三 直播间的 干爸干妈们 又可以拿到 说 福利啊 便宜 捡肉 便宜的东西 你看 多好 一己三得 这多好的事情啊 嗯 对不对 这个公司的事情迷嘛 咱们下次再装嘛 对不对 以后再去慢慢装 好 可以的 嗯 我手上的戒指有吗 家人们戒指不是给家人们上了吗 你们没拍到吗 刚才有这个项链跟戒指 这些没拍到的口味衣 有没拍到的呢 然后我就让助理给你们上下 没有的话就算 这个 这个上过的呀 这个算是拿错了 这个是大宝送给我的 这个没法上啊 这个钻箭没法上 这个钻箭没法上 这是大宝送给我的 定情之物 这个珍珠的 有 这个珍珠的有 这个 这个我要是给你们了 然后大宝会哭到 哈哈 进来太晚了 我让他上一下车啊 我跟助理说一下 上一下车 然后跟你们说一下 我给你们说一下吧 然后我你一会直接去购物车找就可以了啊 刚才踢掉的 如果是就30套 然后如果还有库存的话 踢掉的我就让助理给你们上车了啊 就是我 我现在博葬戴的这个叫十来运转 旁边是士华洛士奇的 嗯 哎呀不能讲 家人我不可以讲 然后这个是 那个什么 然后中间是珍珠 然后这个项链也是珍珠的 跟我现在的这个耳环是蛮配的 我觉得阿姨们可以买一套 如果是喜欢粉珠的话 粉珠就是比较显白 嗯 你们喜欢粉珠的话就买这个 自己去配一套 挺好的 嗯 对啊没有了 168里面是戴耳钉钉戒指 戴的戴的998家人是戴的 嗯 对不能说 嗯 没有车我就不能给你介绍 嗯 那就没有了 嗯 给你们聊会天吧 那可能给你们上不了 是不是没有了 嗯 听大宝说吧 明天过生日 想怎么过 明天过生日就和直播家人 直播家人的家人们 还有和你一起过 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们就过个简简单单开开心心的生日 大宝明天会非常开心的 想吃蛋糕 我好久没有吃蛋糕了 你不是说要说悄悄话吗 好 我给你让步 你去给家人说悄悄话 好 去吧去吧 谢谢家人们 谢谢 您 Yum